你好,我是Tommy。 那下面要介绍的是, 怎么样挑这个wordpress。 用的Vada版型。 那这边会提供一个网址。 那请您用浏览器把它打开。 然后就会看到这个页面。 那中间这边有个叫做Live Preview。 这个按钮按下去。 那在这个新开的视窗当中, 可以看到一个主要的页面。 那如果说, 你要看说, 您未来想要使用您的版型。 那请你要按这个叫。 右边有一个叫Previews。 按下去。 好。 那再来。 好,我们把那个浏览器放大一点。 再来这边的话, 它就会有很多不同的目录。 譬如说, 如果您是食品行业。 那您就按这个Food。 看您喜欢哪个版型, 再跟我们工程师这边讲。 那如果怕说英文看不懂, 那就把它翻成中文。 好像不行。 反正基本上就是VADA的版型, 就是来这里挑。 比如说, 这个版型。 那这边有一个Restaurant, 就是餐厅的东西。 那点了之后, 这个就是。 它这个看起来应该只有。 需要做其他的用途的。 比如说, 我说这边有一个是做餐厅的。 那这边它就会有。 不同的分页。 首页什么价格什么的。 它的地点。 所以重点是能够来到这个页面。 然后这边就有一堆的版型。 可以让你去做挑选。 要看你喜欢哪一种版面的呈现方式。 那你要看版面的呈现方式, 就是要点进去。 那像刚刚这个是点进去。 其中的一个版型的连接。 那它就会到这里。 那后面我们要做的工作, 就是要把这些。 那个图片呢。 换掉然后把字也换掉。 然后, 看哪些页面你觉得不需要的。 再把它移除或者说有同样的页面。 那您可以。 也可以有两次放不同内容这样。 好那。 以上就是有关于Avada, 这个WordPress版型的一个 挑选的模式。 那它重点就是说, 它也可以做官网, 也可以做购物网站。 那版型本身也会做一些外挂等等。 好那以上介绍到这边。